有六位同学 哈利路亚 我们一直安传距离的六次分开座 我们代表含日的心 我们今天早上 我们要领受神的话 我们要遇见祂 我们一同地图来祷告仰望主 天佛我们同心来仰望祢 来敬拜祢 主啊 因为祢是独行歧视的一个话 至圣至勇 可颂可畏 主 我很想望祢 虽然在我们周围 真的是大水泛滥 这个瘟疫泛滥 这个火灾泛滥 但主 祢仍然坐着为王 主啊 特别祢在我们心里面坐着为王 让我们心里面有祢的平安 有祢的同在 主 我们这个所同心来仰望祢 主啊 求祢怜悯我们 怜悯这个世界 怜悯世人 伸出祢全能的绑壁 止住这个瘟疫 也伸出祢全能的绑壁 止住这个火灾 主啊 怜悯我们 我们需要祢的拯救 主啊 让人归向祢 为罪 为义 为审判 自己责备自己 主啊 祢向我们施恩 主啊 今天早上我们带着一个养光的心 要来学习祢的话语 主啊 祢透过系统神学 让我们认识祢 让我们认识祢 尽历祢 更要传扬祢 主啊 祢与我们同在 听我们的祷告 奉耶稣基督的名 我们这门课叫做系统神学 那么 首先 我们要 邮永庭 班长和谁啊 帮我们插帮 帮我们插帮 那么 究竟 什么叫神学 那么 神学这个字 你可以看到一幕 英文叫什么 Theology 这个Theology 很明显是从两个字组成的 一个是Theoth 是从希腊文Theoth 神 另外一个字呢 也是从希腊文组成的 这个字我们一定会认识 Logos 就是道 所以 什么叫神学 神学 就是神道学 神跟道 翻来一起 是一个研究神的学问 认识神的一个学问 就好像我们中学的时候 或许我们学个什么 Biology 还记得吗 生物学 生物学是学什么 要人认识生物 它的生长的环境 成长的过程 它各样的habit 各样的习惯 了解生物 但是 神学 谁了解谁啊 了解 认识我们的谁 认识它的什么 它的熟性 最重要 对不对 认识它的作为 还有呢 还有什么 最重要 你认识神 除了要了解它的熟性 就好像你认识你的爱人 了解它的个性 对不对 知道它的个性是怎么样 免得撞板 有些话都不喜欢听的 它的个性怎么样了 了解 可信 但是我们认识我们的神 不单认识它的熟性 它的作为 更重要的一个是什么 它的旨意 Amen 它对你生命生活的旨意 救赎的旨意 认识神的旨意 做什么 来 弟兄 要什么 遵循 当我们真的能够明白 愿是神的旨意 神也给我们能力去遵循的话 我们就能够尽力神一切的福分 一些的喜乐 一些的平安 一些的荣耀 尊贵能力 更要成为众人的祝福 你们 所以你知道神学何能做 我在华城读书的时候 有一次是神保罗牧师 教我们这个讲道学 我不晓得你们有没有听说 神保罗牧师 记得他写的那本书了吗 《捷经》 《诗经学》 他一生的讲道学 叫讲道 自己讲道的心得 写了那么厚的一本 《诗经学》的书 我在华城 林医院长很可爱 他说我们做传道人 最重要就是讲道 所以第一年 我们跟周连华在台湾 学讲道学 好多讲道恩赐 周连华 第二年 就跟神保罗牧师 但是后来 林医院长 他说不够 第三年 还有跟我再学一年 我们学了三年讲道学 当我们在上 神保罗牧师来讲道学 那天 他讲课之前 他就问我们同学 一个问题 我们同学当中 有些是误会的 有些是 只是 出来读神学的 你看他就问一个问题 他说同学们 我今天要问你们一个问题 你们想想 你们回答 究竟旧约的圣徒 包括亚伯拉罕 他们的旧约 是怎么样 得救的 大家想想看 旧约的圣徒 是怎么得救的 哇 我们有位同学 他幕会多年 他回来进修 他就第一个就举手 站起来说 神保罗牧师 他们是靠受律法得救的 哇 没想到 神保罗牧师听到 他今天又回来之后 他说 弟兄 我劝你这个礼拜天 不要再站讲台了 免得你妙讲神的道 什么旧约的信徒 是靠守律法得救的 那么假如能够靠守律法得救 耶稣就不需要降生了 旧约到新约 都是这种谁的血的救 羔羊的血 亚伯拉罕也是凭着信心献祭 献上羊羔 这个羊羔能够赎罪是因为他预表谁呀 耶稣基督 神的羔羊 除去世人的罪名 哇 所以那天 一个同学 我看他脸都发白了 被神公司 严厉的责备 好好的读神学 假如你神学不弄清楚 你不要站讲台 免得你在妙讲神的道 严重的 你在讲异端 旧约的人 靠守律法得救 假如旧约的人 可以靠守律法得救 我们中国人 更可以靠奴家 靠孔父子得救了 何必要信耶稣呢 所以为什么我们要学神学 你在神学院里面 很多的学科 就算你学不通 学不懂 或者学得一般同学 还免想 可以 但是假如你神学 没有学通 搞不清楚 你真的不敢讲到 今天在中国大陆的教会 好像很福星 但是很可惜的 很多的传道人 没有受过严谨的 神学的 培训 所以讲到各方面的 怪异的道理 各样的极端 异端 多得不得了 我看到在微信 受到中国很多传道人 他们的一些的分享 跟讲章 甚至是很有名的牧师 但是当他们讲了一些 比较重要的神学问题的时候 我就发现乱了 我有时候有空的回答一个 没空我就真的不会 太多混乱的问题 神学 决定你的解经 不单决定你的解经 神学决定你的讲道 假如你的神学 弄不清楚 你的神学不对 你读圣经 你读圣经 解经一定解冲 假如你的神学不对 你的讲道 迟早会出错 所以为什么 我们要好好地学神学 我们一同来看 和西亚书第六章 神学的重点是什么 一同来 他必 他必 我们要得到神的兴起 我们能够在神的面前 可以存活 喜乐地存活 神临到我们能够像干雨 能够像春雨 你发现条件是什么 神讲得很清楚 要什么 认识严格 我们今天的中国 那么大的苦难 其实归经 究底是什么 不认识严格 各样的主义 各样的方法 各样的运动 其实包括美国 从一个认识神的国家 清教徒立国的国家 越来越远离神 越不认识神 你都发现 美国各样的灾难 各样的贫穷领导 我们不要看表面 美国现在很肤强 其实美国是全世界 最穷的国家 因为你看到 他的失智 他的借贷 是全世界最厉害的 因为美国有很好的credit 所以他可以拼命地 印钞票 就是他的国债 是全世界最厉害的 好几个确林 美国开始远离神 圣教分开 不认识严格 所以圣经告诉我们 我们要怎么 竭力认识严格 我们就经历到他 出现如晨光 如干雨 如春雨 我们就能够兴起 卫生法国 任何一个国家 只要他竭力认识神 尽情地侍奉神 无论在过去的欧洲 北欧 其实国家荷兰 在日内瓦 英国 英国成为全世界日不落的帝国 他国力最强的时候 是他信仰最好的时候 美国 立国 一百多年 两百年 近期 真的是经历神 对他的兴起 跟法国 所以我们 真的需要 好好地认识神 大家注意哦 在原文 knowing God 或者希伯来文 yadah这个字 认识神 知道神 包括什么 千万不要只是 单单头脑地 知道神 今天很多的学院派 今天很多的神学院 只是教导 头脑知识的神学 这个不是权备的神学 因为神学的定义 认识神 认识神 在希伯来文的观念 是有一种亲密的 经历的认识 所以当你读 创世纪第四章第一节 讲到亚当 知到夏娃 这个是在原文 只要看英文圣经 Kengen's Version Adam knew 用原文是new这个字 Yadah knowing 亚当 由天认识 夏娃 你知道 希伯来人 所讲的认识 是什么含义啊 表示 与他有亲密的经历 跟认识 亲密的 刑法 所以你看 我们中文圣经 都翻出来了 亚当与什么 夏娃 刑法 翻得很明显 但是希伯来文原文没有那么明显 他是用new 知道 其实要我们了解 同样的 我们认识神 不是只是头脑的 从圣经里面知道神的一些的情况 事情 跟我好像没有关系 没有经历 这个不是真实的指导 我们学神学 不单是要知道神 认识神 更能够经历神 你们 真的经历到他的信实 他的慈爱 他的同在 他的喜乐 他的改变 他的平安 这个才是真正的什么 认识神 西方的神学院过去一两百年 他们所教导的神学 他们所谓的神学院 只是一个知识的传递 不重视你的灵命 甚至你是佛教徒 他都可以让你去读神学的 你不信耶稣的 他也可以让你去读神学的 因为他把这个神学当为一个学问来研究 所以难怪过去 整个欧洲的教会 美国的教会 放调 神学院 再给传导的地方 不重视什么 经历神 所以只会讲神学 没有经历 所以我们 许多中国教会的神学院 请神学教授 跟西方的神学院 很不一样 你知道吗 西方的神学院请教授 他只看你的学历 你有几个PhD 研究些什么神学 有没有在欧洲 哪一个大的神学院 有神学博士学位 或者美国哪里哪一个神学博士学位 在哪里教个学 他只看你这个 你的学术的经历 你写了几本书 发表了多少的论文 但是你发现 中国神学院 他们发现 西方神学院 有问题 太过重视教授的学术 不重视他们的灵命 所以一般 中国神学院请教授 常常会加一个条件 你知道什么条件吗 慕会经验 这个教授 有没有慕会过 有没有去 爱教会 爱弟兄姊妹 爱传福音 因为这个是个灵命最真实的表现 假如你今天只是在神学院讲台 只是会讲学 你不爱灵魂 你不爱弟兄姊妹 你不爱祷告 那你怎么会做神学教授呢 懂吗 所以越来越多中国的神学院 要求神学教授 不但是有PhD 神学的博士 更要 过来的经验 所以 我们学神学 特别学系统神学 一定要了解 不是单单只是一个理性的认识神 透过圣经来认识神 我们更要经历神 那么 为什么有系统神学 你发现神学 有三个重要的discipline 我们这堂课叫做系统神学 还有一个叫历史神学 还有一个叫圣经神学 假如我们真的要读懂神的话 真的能够了解神的真理 我告诉你 不能单单只靠 我们今天所学的系统神学 还要懂得圣经神学的方法 还要懂得历史神学 等下再简单地介绍 什么叫圣经神学 什么叫历史神学 那么首先我们先要认识系统神学 Systematic theology 我们小学中学中国历史在香港 大概到了大学的时候 也有机会学历史 我都发现小学跟初中 在香港学的历史 到我到台大再听这个教授讲历史 发现缴法完全不一样 不是只是好像小学中学 被唐一哈乡昭春汉三个尊 能够吹到五代松以明清门国 听得懂吗 其实在香港背的 把这些朝代广东话背起来 唐玉夏乡舟秦汉三国进 不是只是读这些朝代有些什么朝代 有哪几个王有些什么事件 谁打谁 不是单单这样 哇 发现在台大读的那个历史 历史学 这个教授 把每一个历史的发生的情况 背景 原因 是怎么产生的 后来产生什么结果 产生什么的影响 我想把很多的历史事件 跟大环境 跟文化 思想 各方面 连接起来 把历史发展的前因后果 把整个朝代很多的事件 把它连接起来 都互相有影响的 哇 我就一听历史学 大概也见 不是只是读一些年代啊 朝代啊 人物啊 时间啊 Event 要把 一个世界 或是其他的世界 或是一个重要的人物 把它关联起来 彼此的影响 前后的因果 不但是影响了这个朝代 他的一些作为 他的一些作法 也影响了后代的朝代 这个才是真正的历史学 同样 系统神学 不是单单只是给你一生的data 关于神的资讯 乃是要建立一个彼此连结的系统 能够在整个圣经里面 关于神的事情 每一个的教义 的前因后果 都能够连接起来 而且是个和谐的系统 而且给人一个很清晰的 专题的认识神 这些专题 包括在我们讲一种说的 你看看系统神学 有圣经论 看到吗 在我们的讲义上面 第一页 神论 人论 基督论 救恩论 教会论 摩斯论 把每一个不同的特别 关于神的这些专题的研究 都能够清晰的排列出来 而且彼此的一些关系 都会在一些主题的真理里面 把整个的系统 这些的主题 能够连接起来的 这个才叫系统神学 这个才叫系统神学 所以系统神学 不是单单只是 在这个系统里面 把不同的主题分裂出来 然后分析 说明 这就叫系统神学 不是的 在一个系统神学里面 一定有它的整个系统的 一贯的真理 能够把这个一贯的真理找出来 而且这个一贯的真理 如何跟别的主题有关联 比如说 我们看 音信诚义 其实我们基督教 最重要的一个真理 是马丽路德改教提出来 他认为这个真理 是贯穿整本圣经的 从旧约到新约 都会看到信 信信 因信诚义 包括亚伯拉罕他认为信 神就算他为义了 看到吗 所以旧约的圣徒 不是因为守律法德 就来自他们 凭信心 信靠神 凭信心献祭 因信诚义 所以假如 你抓到这个一贯的真理 underlying 这个一贯的真理 应该是贯穿整个圣经各方面的主题 所以 假如 音信诚义是真实的话 那你的救赎论 就一定会怎么样 一定会高举 耶稣基督的宝血 假如耶稣基督不是完全的神 不是完全的人 他如何能够成就这个救赎 让我们的音信他 做称义呢 懂了吧 所以跟救赎论有关系的 你不能像一些信牌神学说 耶稣只是一个定时下 只是一个爱的牺牲的榜样 那既然榜样的话 如何要我们音信称义呢 你懂了吧 所以你讲音信称义 当年在教父时代 总开大工会 评定这个柏拉丘是一个异端 因为他的人论有问题 柏拉丘 这位牧师 他的人论是什么呢 人 没有原罪 人 没有传染败坏 人能够靠自己来行善得救 只要认识善的标准 你教他的圣经要怎么做 他就照着圣经的方法去做行善 他会做得出来 他就靠行善可以得救 他要靠自己的自由的能力 选择要不要信耶稣 人没有传染败坏 这是柏拉丘的人论 所以假如你伤心音信称义的话 你的人论一定会像阿古斯丁 像马丁路德加尔文 他们的人论是什么 四个字还记得吗 我们有些同学可能读过历史神学 摩西也用过这句话 预言以色列将来会什么 全然败坏 你手机去搜寻这四个字 假如你伤心音信称义的话 你的人论一定会接受圣经里面所表达出来的 人全然败坏 人没有办法靠自己的善行 美德功德亏得救 圣人才需要信耶稣基督做个人的救主 记得马丁路德 记得耶稣做你个人的救主 因为我们圣人我们很软弱 我们没有办法 所以你发现需要有对应的人论 每一个主题 会跟这个underline principle 会配合的 不单是跟人论配合 还有跟神论也会配合的 为什么啊 因为假如你真的相信人全然败坏 人没有办法 也没有这种能力 靠着自己去认识神 接待神 所以你的得救一定是神的什么 他的拣选 就像以父所说第一 张帝世界所说的 父神才创世以前 在基督里什么 拣选的小光 Amen 拣选的James 所以神按照他的拣选 在母父的时候就伏辟你 就保护你 然后拆开圣灵在你里面 来光照感动 所以保罗说若不是圣灵感动 没有人能够称耶稣基督为什么 主 所以你的信 你能够信 你在人全人败坏当中 你能够接待耶稣 你能够信 其实是神 他的主权跟坚选 所以耶稣在约翰福音说 不是你拣选我 是我拣选你 若不是父 天父信你的话 没有人 愿意来到耶稣的面前 天父要懂功 所以 因信称义 会跟神论 配合 看到了吗 不单跟神论配合 跟圣灵论也配合 人真的要因信称义 你的信心从哪里来了 耶稣说 第二章第八节 你们得救是本福恩也 因着信 皆 并不是出于自己 来是什么 神所使的 原来 连信心 都是神所使的 所以马丁路德讲了一句很重要的话 他说 Faith is a gift of God 他说信心啊 是神给人最重要的一个礼物 人全然败坏 按照自己 不有信心 信心的眼睛 是被弄下的 被世界的神弄下的 我们自己没有这种熟灵的眼睛可以看见 除非耶稣 依我们这个瑕疵 祂先主动的 透过圣灵 主动的 现在我们里面 做了一个光照的工作 把这个重生生命的种子 拨在我们的里面 我们才有这个生命的能力 看见神的 神的果 所以耶稣说 若不重生 怎么 不能看见神的果 哇 你跟这个布大友 哇 讲了好久 这个圣经 讲了各样的道理 怎么证明神的存在 你发现他都 没办法听得进去 跟你整天辩论 诶 囤建有一天 你要再去拜访他 哇 跟他一读圣经 哇 他都感动 哇 他都接受 为什么有这个改变 圣灵实物到了 把一个圣灵的种子 功能 拨在他的里面 接着神的话 把生命的能力 种子拨在他的里面 他经历重生的恩典 所以 就好像 一个妇人 生长 婴孩 这个婴孩 生出来 哇 会叫 之前 已经怀胎了什么 十个月 在某一个时刻 她怀孕了 她有生命了 这个母亲 但这个 这个她有 产生了 虽然同样的 我们能够 心里伤心 口里承认 能够接待主 祷告 接待主之前 其实圣灵 早就在天 有你的心里面 动了功了 已经在圣灵怀孕了 哈利路亚 所以 你能够信 跟圣灵论 圣灵的工作 不关系 假如不真正伤心 因心称义的 她的圣灵论 不会这样讲的 她说 是我们的自由意志 选择信 跟不信 没有所谓 圣灵 这个光照感动 他们不接受圣经的 圣经讲得很清楚 若不是圣灵感动 没有人能够称耶稣基督恩主 所以你的信 跟圣灵人有关系 不单单跟圣灵人有关系 恩信称义也会跟得救的确据有关系 什么叫得救的确据 不是说 哎呀我现在祷告绝世信的耶稣了 我乖乖地去教会 不敢犯罪 我就得救了 假如我一犯罪 跌倒了 就不得救了 这个就没有所谓的确据 但是假如你真的认识 因信称义 不是靠行为的话 你就知道 你是神所拣选的 神的 这个 赚招跟恩赐是不会后悔的 所以耶稣在《约翰福音》第十章说 谁都不能把他们 从父的手中 跟我的手中的罵 夺去 只要你因信称义得救 不是借着人的行为 是圣灵的工作 是圣灵圣人你 你永远就是天父的儿女 有得救的确决 而不是像阿明内的神学 你犯罪跌倒都不得救了 没有得救的确决 因为他们的信是自己的意志 觉得是自由意志所选择的 他这个信不是神所示的 所以完全不同的看法 所以你就发现 一个系统神学 它会有一些神学的主题跟前提 关穿它这个系统 所以我们也会慢慢研究 有些很重要的神学群体 包括这个神的简设 这个约的神学 所以为什么我们圣经叫 新约旧约 我们一定要好好去了解这个约 从约的角度 贯穿整个新旧约的这个神学主题 神是守约诗词来的神 只要我们按着神的约 神一定守约 所以我们会好好地去研究 这个系统神学的内容 那么你发现 一个最经典的系统神学 是在17世纪 1647年 我不知道大家没听过一个叫 Vestminster Confession 中文翻译到 威斯敏斯的信条 这个信条太厉害了 因为不是一两个人写下来 是当时一群清俏徒的牧师 在最艰难的环境 他们121个牧师 聚集在今天有名的Vestminster Chapel 那个西米斯大教堂 这个君王要加冕 这个王族他们要结婚 一定在这个Vestminster Chapel 哇 非常漂亮 很多年前我去英国 我说一定要去看这个地方 而且门口有些不同的雕像 我特别要看那个 当年那个Oliver Cuomo 这个张军 推翻英王 带来英国的清教徒革命的得胜 这个张军 我一定要去看他 在那边前就是我 拍个照片 121个牧师 再加上当时这个议会的 一员八个 还有从苏格兰来的代表的牧师跟议员 你知道他们发了整整三年时间 专心的住在那边 就是要把一个完整的神学 我们基督徒应该要信的信条 把它一条一条写清楚 不是三个月 放了三年时间 按照他们的日记在记载 有时候为了讨论这个信条里面的一个字 大家不能通过 你知道他们怎么做吗 禁食祷告 一天 两天 三天 就是为一个字 他们就要禁食祷告 直到大家被圣灵感动 大家能够 大家能够认同 不是用辩论 用打稿 所以这个叫信条是我们今天叫最重要的信条 也可以说是一个最简单的系统程序 我们可以很快读一下 总共33章 我们一同来读 一同来 论圣经 论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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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論自由和良心的自由 論經常的禮拜和安息日 論合法的千世和許願 論您是長官 論結婚與疑問 論教會 論聖徒相通 論聖徒相通 論聖徒 論徒的晚餐 論教會的成績 論教會的不適合會議 論連死後的狀態和死人復活 論最後的審慘 看到嗎 很完整的把整個的聖經論 神論 人論 基督論 救恩論 教會論 牧師論 都抱在一邊 而且更精彩的地方 他們不單單是寫了這33章的信條 我們基督教最重要信仰的內容 他們同時也寫了一個叫教理問答 叫Catechism 所以你們上這個website 我已經 China Christian Books 這個website 裡面也要把這個心理寺的教理問答放在裡面 這個website是當年趙天恩牧師幫助中國一些同工在北京做的 到現在還是非常重要 裡面有很多重要的著作跟資料 那這個教理問答呢 他是用一問一答 一問一答 但是就把整個這個信條的內容透過問答方式呢 來說明 譬如說他第一條 他就問 What is the chief goal of man 人最重要的目標是什麼 我們醫生的追求是什麼 難道只是美國夢嗎 中國夢嗎 其實美國夢也是睡的 中國夢也是不可靠的 他很清楚的回答 回去看一看 他說 To enjoy God and glorify God 很清楚的 兩個動詞 以神做中心 享受神 你不好好享受神的恩典 神在你身上的引導 供應 保護 救恩 你不經歷到神 不享受到神 你怎麼樣會榮耀祂呢 感謝祂呢 所以不是個空洞的 所以千萬不要以為清教徒是過著非常刻苦的清教生活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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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是錯誤的影響 清教徒是非常重視神的自然恩典 家庭恩典 兒女恩典 社會文化 所以他們要改變這個社會 改變這個文化 能夠在這個社會裡面榮耀神 能夠享受神 那麼重要的證明 一句話 講出來 那這個教理溫達是我 當我的老大跟老兒小的時候 小學的時候 我都每一個禮拜 跟他們 教一題 跟他們討論 跟他們查聖經 怎麼享受神 怎麼榮耀神 一題一題教他們 所以我很感謝神 我的老大 他的信仰的基礎 就是從這個教理溫達 他的基礎 後來他大學畢業到Versen Seminary 讀了三年神學的 後來在灣區建立了一個小組教會 結果他有意思了 他建立這個小組教會呢 有一個會友從德國來 參加他的教會 結果就 哀傷了我兒子 後來 我兒子等於是教育的傳道人 就跟這個姐妹呢 就交往了 就是現在我的媳婦 生了現在三個孩子 所以很感謝神啊 我老大就是 從小打到基礎 後來讀神學 建立教會 那現在神給他預備的是做心理醫生 他也透過這個心理輔導呢 有時候他會問這些 Cline 你要不要 我為你禱告 他願意 那就合法了 因為這個Cline願意 那他現在最專門治療的 叫 Trauma Experience 他特別學 一個最新的一種心理學的技巧 叫 Eye Movement 一個眼球的運動啊 他叫你怎麼做你的眼球的運動 注意些什麼東西 會把你過去小的時候 或者某一個撞車的一個Trauma 那種 Trauma 中文發言就是 驚恐驚嚇的經驗啊 可以把它除去 那有時候對方願意禱告 是基督徒他也為了禱告 這樣也傳福音 所以這個 Vesminsa Confession 太重要了 但是很可惜 今天很多中國教會 不認識什麼叫Vesminsa Confession 反而呢 中國教會 我認識幾個教會呢 他們 對這個Vesminsa Confession呢 不獲自保 在這個網上 他們找到 有一次牧師教導他們 我們在中國 一個分校 在哈爾濱 這個牧者呢 來到美國 一直給我打電話 然後來灣區一直要看我 邀請我們豐收呢 能夠去幫他們做培訓 建立分校 我就問他呢 你為什麼 一定要找我們豐收呢 你知道是什麼原因嗎 原來他們這個教會 曾經過去 有一個從美國過去的 海文物詩 是長老會背景的 教導他們這個 西米市的信條 他們傳教會 都非常重視 接受這個 西米市信條的神學 然後呢 又加上 這個教會 是被聖靈充滿的 又加上這個牧師呢 他是最有內在生活的 他在網上查到我們豐收 是重視 改革中的神學 西米市的信條 聖靈的恩賜 內在一起生活 所以他說 王韵長 全世界 我找不到一個神學院 且三方面都教導的 你一定要來幫助我們 結果後來 我拖了很久 禱告禱告 有一天 在整理我的資料的時候 突然間有個照片 掉出來 就這幾年前 我帶著師母去 哈爾濱 幫助一個農村教委培訓 在那個哈爾濱火車站 前面拍了一個照片 我正在外面的事情 禱告 突然間這個哈爾濱火車站 那照片掉出來 我想神在說話了 好吧 就搭一去 一起去了三年 培訓 77個傳導人 他們現在 接受了培訓 在各地的 誤會 這個西米式的信條 鼓勵大家 上網 好好讀一讀 假如你要用這個信條 寫一個論文也可以的 因為我們的 課程要求 除了要交作業 再過一個禮拜 會給你們作業 除了要交作業 還要寫一個簡單的 research paper 在我們的講義裡面 有不同的專題 給你們參考 那假如你們要寫這個 Basmus Confession 比如說你找一個 找一帳 論這個成聖 或者論人的自由意志 或者論這個 神與人的立約 這些都是很重要的專題 然後看看它裡面怎麼講 再參考一些網上的資料 開始學習寫research paper 為什麼那麼重要 因為將來不單單對你的講道 你要懂得去整理你的講章 將來你要回應很多的問題 你要懂得去做research 怎麼去寫一些重要的真理 要表達出來 所以為什麼鼓勵大家要做research 要寫一些專理報告 不是單單只是做作業 所以鼓勵大家 非常寶貴的一個 Westminster Confession 我當年在Westminster 讀博士班的時候 就專門有一門課 無師班的課 就是研究 Westminster Confession 所以非常重要的一個 神學的一個內容 那麼 七種神學的書 我在華神的時候 我們是用這本書 這本書從第一頁到最後一頁 我完全看完 你看這本那本新 舊的那本我送給別人 所以我再買一本新的 你記得我們在講聖靈神學的時候 你記得嗎上學學 林恩第三波的創辦人 這個 這個 John Limber 你記得他的見證嗎 他是葡萄園教會 林恩第三波的一個推動人 但是他說 他最愛讀的一本書 除了聖經 就是這本書 他讀了十一遍 所以在林恩派的人當中 John Limber寫的神學 他講論的東西是最穩的 因為他把這本書讀了十一遍 所以他自己也寫了一本《系統神學》 因為他太愛這本書了 他說讀了十一遍 鼓勵大家不要說十一遍 這叫讀一遍好不好 這本書有沒有換一種中文啊 查查看 好像有 中文就是《系統神學》嗎 你查查看吧 我知道他的同樣的作者寫了一本這個 《教義歷史》有發展中文 但是他的《系統神學》 我們這也沒有發展中文 因為太厚了 但是呢 黃偉男 你不就一本《系統神學》 是這個發展中文 蛤 你就一本《系統神學》 這麼厚的是這個發展中文 但另外一本 那本是這個作者 你們現在叫你們讀的是 這個 Alister McGrath 對不起 是另外一本 你們讀的是 Wayne Gruden 看看你們的講義 是Wayne Gruden的 他 太有意思了 現在你提一提 你知道Wayne Gruden是誰的學生啊 John Wimper的學生 對 是這個嗎 中文呢 是Lewis Bukov嗎 就是叫神學 做的是誰啊 上校次 不太是 他是黎鴻型 中文 叫系統神學 你們現在 規定你們讀的 那個系統神學呢 是另外一個神學家 他是多年 在 在 Trinity 叫神學 叫系統神學 那他當年信主 你是誰帶的信主啊 John Wimper 所以你就發現 這個Wayne Gruden的 基本系統神學 對聖明的恩賜的講論 跟其他一些 比較基要派的系統神學呢 講的比較接受 有這個背景 我自己很喜歡系統神學 其實最近我 因為我都是有讀書的習慣 最近我在讀 另外一個神學家 叫 張維林 一定要讀他的書啊 叫Alice McGrath 哇他寫路的中的神學 寫歷史神學 一級棒 那就是他的一本系統神學 叫 Christophology 我最近看到 咦到這裡了 快一半 一生去認識神 我沒得有空 我就讀這本書 讀完一本 我再找另外一本書 我們要做傳道人 要一生讀書啊 Amen 所以你看我家裡面好多書 樓下 我的書 書架 其實我真的喜歡讀書啊 特別書裡面有神的智慧 你今天要做神的出口 你不要好好的把神的話語 把神的真理搞清楚 你真的不敢隨便講 所以 所以 鼓勵你們看 Mingroup的那本系統神學 或者看 這個 任以少 你們也寫了 任以少 也是屬於 改革中的系統的 那另外 基督教教育呢 就是那個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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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 Lewis-Barkov 所寫的 所以 鼓勵你們 能夠看 那另外 一本也是非常好的 也是我過去整本看完的 就是 Erikson 看一下我們的名字 Cristian Theology Lewis-Barkov的系統神學 還有他所寫的 基督教教育 這本也是非常精彩 我知道這本有翻成中文的 還有這個 目的出版社的 The Moody Handbook of Theology 這本書有翻中文 也是非常不錯的 所以 鼓勵你們 從系統神學 這本課入門之後 能夠一生去讀系統神學 很多不同的神學家 所寫的資料 真的是豐富 那現在我們 也要了解 這個系統神學 它雖然是把各樣的 聖經的神學主題 包攬在一起 做一個詳細的分析 要彼此的關係連結 有一個主要的前提來貫穿 但是 記住 不要迷信系統神學 所以為什麼我看 不同的神學家的系統神學 因為不同的神學家 它的系統 多多少少有點不一樣的 解釋的重點跟前提也不太一樣的 所以 要知道 一個系統 系統神學S1 跟聖經 這個橢圓形式聖經 沒有一個系統 人的方方正正 沒有一個系統呢 會完全跟這個聖經裡面的 真理的啟示 百分之百的 包在一起 譬如說 你看這個S1 是把聖經 比聖經 哪些是聖經的範圍 少了一點 你看到嗎 所以 有些的神學系統 譬如說 你看到 右邊這個圖 我是把它掃描的 路德中的神學系統 因為馬丁路德 非常 強調 這個音信稱義 看到嗎 那麼很明顯 聖經裡面 很多的經文講到 你們要聖結 雅各書要講到 人稱義 不是單一著行為 也因著性 也因著性 人稱義 不是因著性 也因著行為 高舉行為 所以像 馬丁路德的神學系統 很多的 關於誠聖的經文 實際上誠命的經文 重視律法的經文 成聖的經文 就不在這個系統裡面 所以馬丁路德 路德中的神學 最大的弱點就是 不教導 接徒得救之後 走成聖的道路 他以為得救之後 一切 走成全 It's finished 一切都成全了 快樂日快樂日 你就等著上天黨 就夠了 所以讓弟兄姊妹不追求 不追求成聖 不追求生命的改變 你懂了吧 所以 他這個系統 有很多關於成聖的經文 在外面的 他不講了 懂嗎 這個系統 沒有一個系統是完整的 包括 今天阿明列的神學系統 像巡禮會 尤漢威斯里他們這些 神學系統 他們就把得救的確據 神的預定跟 簡選的經文 就放在外面了 就不講了 你懂嗎 所以 也是不完全的 那極端的加爾文 神學的系統 也是不完全的 他們極端那個地步 既然神都簡選 預定了 你何必要傳福音呢 何必要祷告呢 所以 把人的努力 祷告傳福音這些經文 就沒有在裡面 那麼 一般的基牢派的神學系統 比如說 對聖靈的恩賜 這些的聖靈論 又不放在裡面 所以 又miss了聖靈論 一講到 關於多前述十二章 這些九大恩賜 他們就不講了 恩賜平子論的 醫病趕鬼的 這些經文 他們也不講了 就沒有一個完整的聖靈論 所以 不同的教會 他們不同的神學系統 其實呢 都不會 因為都是人的一個框框 不會百分之百的 所以我們需要 有一個 聖徒相通 看看別的教會 他們的神學的理念 有 合乎聖靜的 被提醒的 我們接受 一定要彼此 洗腳 聖徒相通 那麼 有些神學系統 你看到嗎 S2 你看到嗎 比聖經還要大 聖經裡面 沒有講的東西 他們講了 所以 沒有一個系統 可以說完全 百分之百的 配合聖經 所以 我們不單單 要研究 系統神學 也要研究什麼 聖經神學 三股合成的形式 才穩固 這三股是什麼 系統神學 聖經神學 跟歷史神學 什麼叫聖經神學呢 聖經神學 聖經神學 五經的神學 有先知書 從先知書裡面 有它的時代背景 然後有新約 新約的 救恩時代的背景 譬如說 你專門研究 這個神論 你發現 不同的 時代的經覺 對神的 介紹 跟認識 不是完全一樣的 重點也不一樣的 假如你研究 摩西五經的話 摩西五經裡面的神論 那個鏡頭 都沒辦法看到了 對不起 我還要回來 那 這個摩西五經的神論 基本上 是會強調 立約的神 因為他跟 阿波羅漢立約 跟以色列人立約 看到嗎 然後 看到是創造的神 救贖的神 拯救的神 帶領以色列人出埃及 然後你在先知書裡面 看到的神 你會認識到 他是什麼 審判的神 透過先知 責備以色列的罪 摔告神的審判 要領導 所以你認識這位神 那是審判的神 寄邪恨罪的神 是這樣的一個神 然後到了新約 你認識這位神 是一個恩典聖典的神 跟先知書 所表達的神觀 又不一樣 是透過不同的時代 不同的面 來介紹這位神 所以 聖經神學呢 他很重視這個精卷的作者的寫作的時代跟背景跟大環境 是對環境是有感的 西隆神學呢 對時代環境沒感的 他只是把這些專題 經文抽出來分析 懂嗎 所以說 透過聖經神學 來讀 希伯來書 我再舉一個例子 我在詩心學的時候也提過這個例子 你們馬上會在這個 張乃謙牧師的課裡面 會學到希伯來書 我們翻開希伯來書 第十一章 對不起 第十章 我們只看 兩節的聖經 你都了解什麼叫聖經神學 跟作者跟背景的關聯 你的經文 一定要跟作者的背景 寫作的動機 原因要關聯 你才不會解錯這個經文 看到嗎 希伯來書 第十章 二十六節 一同來 因為我們得知正道惡後 若故意犯罪 酌罪的其中生在這裏 唯有戰軍 戰軍 等候審判和那少滅 敵人的裂佛 好了 很多人讀了這兩節聖經都害怕了 哎呀我信了耶穌 還故意犯罪 你看書罪記都沒有了 只有等待這個裂佛審判 不得救了 我不曉得你們過去讀這兩節聖經 會不會讀出這種味道 假如你用聖經神學的角度來讀這兩節聖經呢 你都讀出完全不同的解釋 因為希伯來書的作者 為什麼要寫希伯來書 是要提醒當時的以色列同胞 不要回到聖殿 靠獻祭贖罪了 因為耶穌基督的真體 耶穌的救贖已經成就了 舊約只是個隱兒 真體是基督 作者在節日來是宣告 聖殿的贖罪記已經沒有了 不是耶穌的贖罪記 你看到嗎沒有講耶穌 他是講聖殿的事情 贖罪記是指到聖殿 聖殿的贖罪記已經停止了 你們得知這個真理 其實原文是阿雷菲 得知這個救贖的真理 你還故意去獻祭 其實是個犯罪 因為不罪信心的 不接受耶穌基督的就是罪 看到嗎 作者算告說 其實死罪記已經沒有了 假如你仍然要靠獻祭 這樣來犯罪 不憑信心 你只有恐懼占經 擋過烈火的神 不得救 因為你是靠虛偽 你不是 因為你是耶穌 你懂了吧 所以 你解釋這個經文 要了解這個作者 當時的時代 還有聖殿 聖殿還沒有被摧毀 所以後來神為什麼 准許聖殿被摧毀 要除去 猶太背景的人 的悟道勇 還是要靠獻祭 因為這是他們的老習慣 懂嗎 所以把這個老習慣 徹底把它除掉 聖殿被毀了 你要去獻祭 沒有了 沒有地方了 所以 你透過這個作者的時代背景 寫作原因 你去看你的經文 你就知道他的解釋 所以同樣的 我們要透過這個聖經神學的方法 來研究《呼吸五經》 《仙之書》 《詩篇智慧書》 《新約》 《保隆》 《玉汉神學》 因為每一個的作者 每一個不同的時代 都有他的神學的重點 不同的角度 一定要透過這個聖經神學的處理的話 這個方法 不好意思 鏡頭的同學 有時候我跑過去了 因為我們這個camera 現在調得比較淺 所以 有時候我去紫黑板 我的儘量留在中間就好 那麼 同樣的歷史神學都很簡單了 歷史神學基本上 你看到 看到這個圖嗎 這個打橫的 左邊那個藍色的圖 我們要好好的去了解不同時代 不同神仆人 對真理的一個的壽命跟高舉 譬如說教父時代的神學 神透過特土糧 把三個一體 聖靈的位格 這個真理 說明了 透過亞當拿修 把耶穌的神性人性 說明了 告決了 透過阿古斯丁 把神的拣選預定 說明了 第一個審議定論的 你知道是誰嗎 是奧古斯丁 跟著到中世紀 不同的神學家 他們對不同的聖經 的亮光有不同的說明重點 特別最有名的一位 中世紀的神學家 Thomas Aquinas 等一下我們也會特別介紹他 他在強調這個 自然啟示的重要 如果透過自然啟示 跟回教徒 跟其他的異教徒 傳福音 重視這個自然神學 然後 到了改教時代 馬丁路德 把這個印信誠意的真理告舉了 然後第二代的改教家 加爾文 把這個成勝的真理 簡選的真理 說清楚了 然後到了十九世紀 把神信息 這個不同的神學家 其實在十八世紀 神信息 這個 這個金錢運動 信息了 這個約翰威斯里 把這個聖靈充滿 追求這個第二次的祝福 成勝的真理 第二次的祝福 就是教導帶出來了 十九世紀 神透過這個 John Derby 把這個摩斯論的真理 講得清楚了 這個災險被提等等的這些真理 然後到了二十世紀初 把這個聖靈神學 透過這個五旬節運動 把這個聖靈神學 恩赤論把它說明得清楚了 所以我們需要透過不同時代的神的仆人 對系統神學的每一個真理 在每一個時代 都有一個更深入和更全面的一些看法 要透過 所以這什麼圖呢 真的踩在巨人的肩膀上 我們才能夠看得更清楚 好 我們的時間到了 我們很快休息幾分鐘 再回來